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的不管是哪一个唱片公司或是哪一个领域 几乎都是这样 他签100个艺人下 100个年轻人 就像股票一样 能够签中一个周杰伦 一个阿妹或是谁 希望能够有一个中了 这家公司就起来了 我以前我的老板就是日本人 我跟过日本公司 我发现在日本 不管是日本韩国 他们对于艺人这个角色 甚至演艺经济本身这个定位 你必须要陪着艺人本身去成长 就像是心理辅导老师这样 辅导艺人本身在他内在的素养 气质 表情 舞蹈的实力 歌唱的实力 戏剧的实力 举手投足 甚至包含讲话跟谈吐 每一个应对 每一个目光 平常日常生活 别人看得到的 或是私底下看不到的 这在日本跟韩国 都是非常要求的 那我们对于 我们育成中心对于这一块的要求 就是真的是希望 不敢说要超越日本韩国 但是最起码 我们希望做出一个不同的路线跟格局 一切从零开始 虽然娱乐产业竞争激烈 但是欧美 日本 韩国 台湾 甚至各个国家依旧持续投入 并且愿意砸中本在上面 到底娱乐产业能带来多少市值跟商机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自媒体的时代 所以不管是网络素人 网红这一块 未来的趋势 它真的取代了传统的 所谓的书唱片 当艺人 像这样的产值 光是在中国大陆 每年用人民币来算 我觉得至少超过百亿 这个应该算是很基本的 未来更可怕 因为现在的自媒体是越来越先进了 我们一直想要朝向的点 已经不是像传统的演艺经济说 我要帮你持续曝光 我要帮你去谈上什么节目 上什么通告 上什么媒体 其实未来这些东西很有可能 就慢慢泡沫了 我们真正要培养的艺人是 他有能力自编 自导 自演 自己独立自作 在栽培 假设100个学生里面 以往是看看100个或1000个学生 能不能赌中一个 但是我们的想法是 这100个学生 我们尽可能让他每一个人 都能独立自作 那这样子整体的产值 它就不会只是靠一个人 更不可能是一个一人独大 未来的局面 不管是在台湾 或者是东南亚 都一定是会变成这样 听完了目前艺能圈的产业趋势 当然演艺经济的工作 就非常重要啦 平常他们有什么样的方式 跟管道来寻找素人 将他们培训成为艺人呢 嗨 大家好 我是Leader 高屈Leader 其实我简单讲三个大项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会跟艺术学校做合作 因为毕竟艺术学校 他们本身就在从事表演工作 相关工作的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北区的各国 国中生 高中生 他们有一些甄选 他们对表演有很多欲望 比如说他们的活动啊 社团等等的 那么就去看到每人的特质 然后加以培训这样 第三个点呢 演艺啊 有分很多种类跟状态 不只是单单的 唱歌 演戏 跳舞等等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 网红 他们会有主持的能力 模仿的能力 或是名嘴等等的 所以身为演艺经济呢 是非常多的管道跟机会 当有了艺人之后 就要开始对他们加以培训 培训的项目有很多种 依据不同类型的艺人 会往不同的领域发展 但在一开始上位定型前 会有所有艺人都通用的基础训练 我们就先来看看基础训练有哪些 OK 我先简单讲到街舞的部分 那街舞的部分我们从训练的话 是在于简单的先基础律动开始 训练会在于分为很多部位 比如说一个动作这样子 但是很多部位比如说手 要先训练一段时间 头部训练一段时间 身体力训练一段时间 脚训练一段时间 然后再结合起来 那听起来很单调没错 但是重点是在于 比如说你后面的很多排舞 比如说你真的要接一些 伤演的部分的话 那个肢体的部分 在这个训练是非常扎根 非常重要的 第二部分是Lyrical Jazz Lyrical Jazz主要是在 抒发情感的这部分会比较多的 比如说艺人吴建豪 最近的MV 就是用这样的舞风去诠释 然后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一个艺人如果成为艺人 他在舞蹈上面的情感抒发 跟张力在这个部分是会学习到的 除了跳舞之外 从现在无数的歌唱比赛节目中 就知道观众对于音乐类型节目 相当买单 音乐总能让听的人产生共鸣 所以基础训练也包含对艺人歌唱的训练 像我们很多的人在唱歌的话 KTV因为发觉喉咙怎么很痛 或是喉咙发生怎么很奇怪 唱一首歌就很累怎样的状况 在艺人在唱歌的培训上 会先让你知道怎么样去暖声发声的部分 让你用对的共鸣位置 比如说头腔 鼻腔 口腔 胸腔 每一个部位都会训练到 在你对于气的长度 我们会有很多的气的长度如何延长 如果一句话可以好好的完美的结尾 开头的字句跟收尾的字句是圆滑的 是流畅的 衔接点那个部分是 你很顺的唱出去 所以你可以像艺人唱十首歌都不会累 音乐除了歌唱外 现在有非常多创作型的艺人 透过自己的编曲写词能力 成为实力派的偶像歌手 为了让演艺事业更长久 学会乐器也非常重要 那我们一开始绝对会学五线谱的部分 那为什么要学五线谱呢 很多的曲子都说五线谱才会变到简谱 所以教你比如说斗人 笔法 说它就很单的音阶等等 然后让你去认识每一个五线谱 它的音阶代表的所有的音符的高低 然后用钢琴去弹奏 让你知道它的音准 这是训练音准的另外一项 然后再会进入到节奏感 节奏感在于演奏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节奏感 那你跟唱歌怎么做搭配 老师会拿节奏节拍器 节拍器跟着手指打牌子 你要有那个速度的概念 节奏感训练完之后才会到弹指的部分 用爬音 那为什么要训练爬音 你才会熟悉这把吉他到底是怎样 它的音准在哪里 音准在哪里 它非常熟悉 哦 怎么弹怎么弹 那你在弹整个曲子的时候 你会非常知道 哦 很清楚它的位置 主要呢为什么要学吉他 因为做词做曲 想成为艺人 做词做曲非常重要 那其他是一个编曲 非常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道具 就跟kipo是一样的 呃 怎么样去选择 比如说选择他喜欢的 怎么让他去分配他的专职去训练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让他在弹奏的状态 每个都要学嘛 弹奏的状态 然后每个状态去看 舞台上适合的位置 他可能kipo 看起来感觉不是那么的帅气 或不是那么的有魅力 那转换在吉他 哦 对了 所以你就会专职于吉他 让他去培训 当具备了表演能力之后 接下来肢体动作以及造型也相当重要 毕竟外形是给人的第一印象 先吸引粉丝目光 才能展现自己的才华哦 呃 艺人肢体训练的部分 那主要来讲的话就是 整个仪容 仪容的装扮 然后还有脸部表情的装扮 还有怎么在舞台上 你所展现的气场 跟你的认不认识自己的穿着打扮等等 哪一个动作哪一个状态是你脸部最好看的样子 最漂亮的方式呈现在别人面前 现在的艺人除了演出之外 更要懂得规划流程 了解活动所需要的元素 才能更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 将表演以最完美的方式呈现 因为艺人也要知道如何去 知道整个活动的流程之后 他不是单单只会唱歌表演等等 你在跟企业或是跟很多活动做接洽的时候 你会整个了解他们所有的活动 从头到尾的状态 你会很清楚怎么跟灯光师沟通 怎么跟比如说场控沟通 怎么跟音响沟通 我想这在现在大咖艺人上面 他们都有这样的知识跟这样的认知 经过这样所有种种的基础训练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面试 面试过后呢才会根据你个人特质 进取更高阶更专业的 那个个人化的训练 在艺人接受完充分的训练之后 身为演艺经济就要开始帮忙 艺人接洽活动与商业演出 才能有更多曝光的机会累积粉丝 总之是需要让艺人在 他们会有自己的专属的YouTube平台 还有FB的专业 多曝光自己的生活的 比如说常常直播啦 自己的有些小小作品扣上网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媒体记者的关系 我们通常都会 比如说他们有些什么机会 都会告诉我们 那时候就是很好推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如何维系 就常常跟媒体朋友们吃饭 或者是常常去接商业 就是比如说像很多公司的尾牙 什么等等的 就是因为有时候 艺人需要经历一些 心理状态的调整 或者一些挫折挫败感 或者是打压 或者是在作品做不出来的 整个的情况下面 心里会受到一些 难过的挫折等等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如何 要如何去在旁边协助到 而不是直接给他答案 让他自己去思考去消化 但是 这样的过程走过之后 当我们达成共识 然后他听得懂我在说什么的话 还有很强的心理素质 他能够把它转换成正面的想法 然后第一次的商言 那个感动是无法言语的 就像是小孩子从无知到有知识 然后再到他能够独当一面 对我来讲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演艺经济的概念在未来将会改变 所以每个年轻人呢 当你要成为一个演艺经济的时候 你势必要走过表演艺术的磨练 我觉得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 去吃这个苦 走这一条路 够喜欢 然后你的心理状态呢 你能够接受所有的挑战 克服万难 那我觉得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自媒体的时代已经来了 以往的所谓的经纪人的身份 已经慢慢消失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经纪人 你说是吗 整体的演艺环境虽然面临挑战 但是在大家共同努力改革的情况下 传业越来越有规模跟制度 比照韩国日本训练艺人的方式 以培养全方位的艺人为重心 虽然过程辛苦 但是当自己的艺人能够有所表现 相信对于演艺经纪人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 不怕吃苦 然后有信心 有毅力 有耐心的话 又有这个热情 再加上如果你对演艺经纪 这一块很有热忱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Peac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